平常都會在做里內的一個巡視 一樣會做夜景的里內巡視 因為當時那個燈光碰案 那就只要兩個勝去 當時以為是里面要打招呼 因為兩個已經占據了 就是本人的車道 於是本人就停下 最後其中一人就直接朝本人揮拳 那直接就說判掉或不算 然後最後兩人就持續地毆打 就算了 平常都會在做里內的一個巡視 一樣會做夜景的里內巡視 因為當時那個燈光碰案 那只要兩個勝去 然後當時以為是里面要打招呼 因為兩個已經占據了 就是本人的車道 那於是本人就停下 那最後其中一人就直接朝本人揮拳 那直接就說判掉或不算 然後最後兩個人就持續地毆打 他就朝本人的臉部跟頭部毆打 那當然就是他拿硬物敲擊的時候 那種感覺起來像那種槍頭的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頭部整個後腦勺都有很多的 總帳跟整個都是總起來 還有臉部還有就是左胸的那種 本分局 本分局 10月10號晚間10點20分局接獲報案 三峽區 紅原街抹民宅 發生有人遭毆打案 本分局立即派員到現場查阻 經調查 為本峽翁信里長參選人 而於晚間巡視臨禮時 騎車行進該處 遭兩名不詳男子毆打 兩名犯嫌犯案後立即逃逸 被害人均協助送醫後無大礙 本分局目前正成立專案小組 調閱監視器全力查氣道案 全案朝刑法傷害罪 及違反選罷法方向偵辦 突然間輝隨便 選案 是否並不已經 芸科 說議 甚至 任